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的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节目主持是Larry 好,这一节就是军武器言和科学新节节目,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陈博士和我们去分享一些讯息 今天想说什么呢?就是跟劍桥大学有关系的东西,大家都很熟悉,劍桥大学在科研领域里面有很多结出的贡献 其中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叫做CAPE,无论是光学或电子上都是一个很领先的研究中心 今次就给一个机构叫做UK China Transparency,中文可能译为英中透视的一个机构 详细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我们就不特别说了 这个机构也叫做踢爆,一件事就是劍桥大学原来跟中国,不可以说中国军方的 但是似乎是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一些机构去做一些合作 而这个合作竟然的跨度是横跨差不多十年,这样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里面当然一定是用民用的项目去包装整件事,大家都很清楚 不过当然,整件事现在被英中透视踢爆之后 尤其是这个CAPE,这个Center 真的立刻做事,立刻就退出个项目 就说退出个项目,钱都不赚你,给你 跟你立刻无缘无缘,就终止所有合作 但是正正就是这个动作呢,就令我们更加觉得是瓜田里下 那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甚至乎是为了避免给英国 就是现在那个很敏感,就是说会不会技术外洩等等 那些什么情况呢,去做审查,或者可能 可能会再加强了他们那个分定的限制 那现在呢,就壮事断备,整个project就可能会无疾而终 那这个呢,也都是揭示了,就是现在呢 中国呢,在对外,他去拿科技也好 或者不同的手段,去获取到一些高端先进的技术 那那个门栏呢,究竟是不是会出现了一些缺口呢 那我今天呢,都会和陈博士一起看一下 但是呢,技术上呢,和呢,就是现在呢 就是现在在那个 发展上面呢,中国有没有什么樽颈的地方 那所以呢,开始之前,大家记得,首先呢,给like 和订阅,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新智的频道 那多谢大家先 好,那和陈博士聊天,陈博士你好啊 是啊,Larry好啊,大家好 是啊,说起呢,其实这一间呢,我们叫做CAPE 就是呢,它主要呢,是负责,就是我们看到 Photonics,就是关于光学的东西 关于一些电子东西 这个Center 那它在学术界,是不是都 其实是一间很领先,很尖端的 那所以,中国其实找的合作,俗称都没有死错人的 那首先,大家都听劍橋大学,就不会陌生啦 那但是呢,我想大家呢,如果再要仔细的说呢 你譬如说英国读书,有哪几门学文 要是从事,如果是科技研究来说 都还是非常之领先的呢 可能大家就未必那么容易说得出 因为很多时候呢,很多的科学的东西呢 我自己就是留意这么多科学的新闻呢 很多的结成果呢 主要是由美国那边出 那然后,欧洲也都有非常多 就算是欧洲的话,都未必一定是英国 那你如果说德国啊,瑞士啊 非常多,很很结出的研究成果 但是如果你问英国的话呢 有一样东西呢,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它那个应用的光学那个领域 就是,你刚才说了photonics 就是有些叫光子学的东西 光子,你玩光子的话呢 一定是跟光学仪器有关 那些光学仪器呢 可以是跟电子的元件有关 也都可以真的纯粹是一些 一件普通的那些反光 就是将光改变方向的那些光学仪器都有 就是总之英国在那个光学研究的传统呢 就你可以追溯到 牛敦力学那个牛敦那个时代 就是牛敦自己都是去研究光学的一个专家来的 那到今时今日,如果你说英国劍橋 甚至乎我认为 可以比劍橋做得更 就是在那种应用光学研究做得更出色的机构 就比如说在伦敦的 另外两间的最高学府 就是说那些帝国学院 另外那些UCL 这些这样 就是其实就 这几间东西放在英国那裡 做这些这样的应用光学研究 已经奠定了英国自己在应用光学那个 就是世界级的领先地位 那你会看到就是呢 这次不要说这些原来和中国的合作项目 你说如果说到应用光学层面 可能你想到做晶片做光刻技术 那英国和荷兰有没有这样的合作项目呢? 绝对会有 学术层面 甚至乎实际是应用商业层面的 都是非常之紧密 那可以说呢 就是英国它在掌握那个光学科技能力 那里有它一个世界上 我认为到今时今日为止 还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那所以呢 如果陈博 我们首先就是对这间机构 CAPE这个机构 那它行内是顶尖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 那它其实在今次这个project里面 那都是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持份者 那包括呢 我们看到呢 就来自中国的 它在整个 那我相信它在里面那些持份者的架构 就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暂时我们看到呢 就主要那个合作的项目呢 那个对后呢 就叫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这个CASC呢 我想大家就不陌生的 就是呢 一讲到CASC 大家想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到它 主要就是那些火箭啊 就是主要呢 就是我们讲 就是都牵涉到导弹啊 等等技术啊 那这样 所以中国航天大家应该都不会很陌生 但是呢 我们也都看到呢 它在里面呢 也都是一家子公司的 那我们叫做呢 BRACD 就是北京航天控制設備研究所 那其实它是透过很多这些什么子公司 那么呢 穿穿能能呢 那就再将呢 它里面的技术就再细分啦 那就分给这个分给那个 那个情况呢 其实呢 就是看到它是透过一个 那so far呢 我相信英国那边呢 它一定就是我们讲劍桥 它就当这个一个 民营的项目呢 去做呢 这件事情的 那所以就 陈博律师 你怎么看它 就是它是用这个位去进呢 其实是不是真是 例如说劍桥啊等等呢 他们是没有经过什么政治审查 或者是他们本身的把关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MI5 就是他们去做的那些把关呢 是不是真的有些流动 或者还是 真的说十年前那时候的气氛呢 可能不是说David Cameron啊 就是那时候都没有去到 比如说Boris Johnson掌权之前 是不是呢 就是中英那个 又不到蜜月期 但是不是差的情况之下呢 就 所以就很松散 就是就有个位置 就可以被他们进去做这些研究 那首先说 那种 你看到现在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 那个关系 那个氛围 和我们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世界 就非常的不同 就是如果说 再远一点的时候 说到80年代的时候 甚至乎是 拉拢中国对付苏联 是不是 那有很多的项目 为什么说到就是说 甚至乎美国会是 几乎是全方位 都不能说是全 又培训人才 提供技术 提供 甚至乎资金 这些这样的东西 去扶植起中国 那不是只是说 普通的经济层面 你整个 在那个科技层面的领域 都一定是有 就是这个的 就是你不和美国交流 你就要走更加长的 就是花更加久的时间 来去开发 那一点都不奇怪 而这件事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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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留了一个空间在那裡 就很多可以 以知识交流 学术交流 或者民用科技交流层面那里 就去 就是很多东西 就可以买卖 合作 这样的 那这次这个项目 大家留意 就是劍橋大学的 这个光子学的研究所 和这个北京的 去为航天 去提供这个设备技术的 这个公司去合作 那其实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就借助英国自己本身有的 最尖端的那种光学的能力 是希望能够为中国的航天设备 去度新订造 或者是给一个更加好的设计 令到中国的航天器 能够做得更加好 那好了 你说 只是说 那些政治层面的东西 那不是我们这个节目 想说太多的东西 真真正正的你找一下他们 合作的项目 关乎什么 那这个就不妨要看回 那个合作的那些项目的内容 那至少我们现在找到 三、四个这样的 那有些就的确你会想到 和它那些这样的 航天仪器内部结构有关的 会多些 那譬如你说那航天仪器 我想去 在极端环境之下 我怎么可以 随时监察着它这件事 这个结构是否稳定呢 原来最后可以的东西 跟光学有关 那些东西有没有移了位 有没有裂这些东西 你可以找个光纤去帮你去看住的 可以很准的 而且可以是很早就会发现到一些问题 另外有些就是可能在那个 室内的结构里面 怎样将那些仪器 去叫做 要label得好些 用电子的方法 令到我整个运作过程 是更加流畅 更加犯得少错 但是呢 也都有一个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竟然这一样都有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叫做 Optical Electronic Oscillator 那些东西 一个光学电子的 一个叫做震动器的元件 就是这些层面 原来都是会有合作项目 就由这个劍橋大学那里 帮忙去研究一下 一个更加理想化的 一个可以安装在中国 像航天器的一些这样的 震动器的这样的元件 那这个又要问一下Larry 就是听了这些这样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印象 如果你说说一个在电子零件上面的 Occillator 你有没有一些认识呢 你有没有一些认识呢 我最简单的认识呢 就是一些天然的东西 就是它每一样东西 它都有一个frequency 它自己去震动 那比如说 就是我们人体应该都有的 但是我就不太知道 这个frequency 但是我们小时候 常听就是石鹰 就是说我们小时候 没有电子标的 那电子标的原理就是 就是你用电去刺激它那个石鹰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频率 会震动 那它利用那个频率呢 就是去做一个计时 它变成它那个 就是它的误差值 可以做到很小的 那所以 那当然它小不了它 就说科学 我们觉得是 可能去到百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或者亿万分之一 就是这么厉害的位置 但是我想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就很厉害 很够用了 嗯 这就是是的 你就算简单的一只标 都本身有一个叫做震荡器的元件 你经常说石鹰标 石鹰标它对应那些震荡频率 就是三万多个hertz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它里面 就是等于你的标里面有个元件 它是每三万多分之一秒 就会和你震一下 那于是乎你就知道了 它震三万多下 就等于一秒了 那于是乎 用这个这样的天然石鹰 这个本身的震荡机制 来给你那种去测时间的精准度 就是三万分之一秒左右 就是那个不差 就会很少了 其实就是 而且石鹰本身也是一样 相对于就是 对于外在环境改变 都还是比较表现稳定的 就是比如外面的气压 温度 保持了在一个 在地球表面的一个正常范围 基本上它那个的震荡频率 就不是很受这些外来的气压 和那个温度去影响得太多 所以它就成为一个 我们很喜欢用一个稳定性 很高的一种震荡器 而这个震荡器 最后的目的是帮我们计时 那好了 一秒震三万几下的东西 那个精准度就去到三万分之一秒 其实就是在现代今天的科技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精准度 我们自己计时就是 正负一秒就算了 正负半秒就没所谓了 但是你如果说这些 石鹰已经是真的足够玩一下手錶就算了 就是真的 那大家可能都听过 什么原子中啊 这些这样的东西 就去到更加的数量級 就不是一万分之一秒不差了 是讲的是 这个是讲的是 十亿分之一秒的那些不差了 就讲的是甚至更加小了 那我们知道 如果你说用到这些原子中 这些东西是很笨重很贵的 所以其实呢 无论在航天科技 甚至后来我们知道 军事科技 和普通的这些这样的电子层面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很便宜 又便宜又漂亮又正 就是总之又便宜又准的方法 而且又稳定 OK 不是很受外在条件影响的 就是一种这样的方法 来帮我们去计时的话 你可以想象它的应用层面有多广 不只是计时那么简单 可以计算距离 座标方向 全部都可以计算 反应又快 计算得很精准 那这些东西 就需要原来有人想到 用到光学的东西 其实就是激光和光纤 就是制成一个 用光学作为基础的震荡器 原理呢 在这里可以用几句 都大约解释给大家听的了 因为呢 光走都需要时间的 虽然光速很快 所以我们将光纤 捲成一个线圈 一个饼 捲到呢 你都想不到 小小的范围里面 可能捲到有成 以公里计的那么多的光纤在这里了 然后呢 光就在里面走 但是因为以公里计的距离 用光来走都是很快的 但是总之呢 它由起点走完 这个跑道再回来呢 是需要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 嗯 于是乎它比较回来 新进来的光 和那个已经走完 跑完一圈回来的光 的时间差 其实 就已经帮我呢 去很精准地去给到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时间的 基本单元给我 就是说呢 现在我这个 这样的光学 电子 计时 这个震荡器呢 就是以它这个光 在这条跑道 走一圈 用了多少时间 作为一个基本时间的单位 那里面是绝对是说的 是一些 就是 亿分一秒 甚至更短的 就是这样的时间 但是呢 用得放得光 在光纤上也是有了 就是石鹰那些好处的 可以呢 就是不受外在环境影响 甚至乎你的电子元件 你突然之间外面 有一些很厉害的电池墙 你基本上都不会影响了 那个光的速度 它一样可以time 得很准备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想到呢 就是说呢 很适合放在太空科技那里用的 就是呢 如果你的太空的那个仪器 它是周围很多太空辐射的 又或者是经历过很高的温差的 气压差又会差很远的 那原来这种这样的 就是optical的 这种这样的电子震荡器呢 就会为你的太空上面 所有的电子零件 提供一个很好的 计时的基础 进而呢 你再加上激光的话呢 是一个很准的仪器 帮你计算坐标 和计算距离的一个仪器 所以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呢 中国的航天去请 这个英国的这些 劍桥的应用光学的人 来帮他更新 改进他自己的太空项目 是释货的 是好东西来的 甚至是他给钱来 叫他们这些劍桥师傅 来帮他们去度身定 做他们的解决问题方法 那其实那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这样 究竟这些光学仪器 是敏感不敏感呢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看你的那个项目怎么包装 那如果你说在太空层面 至于它不会留在军事层面的时候 那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的 那所以呢 如果纯粹是太空项目那些这样的合作呢 就用这些名义来这样去交流沟通呢 就是 人家为了帮你完成这个任务 他究竟给你多漂亮的材料呢 那当然劍桥那里可以自己 那些人可以去决定 但是会不会最后给材料 已经是漂亮的那个地步 原来你整个中国自己本身都没有那么漂亮的材料呢 那那个知识技术的转移的那个位置 就有可能在这些环节那里发生了 那他可能最后的那个项目都是完全是 符合了国家目前的规定的 但是你都很清楚的 现在的政治氛围 跟你签约的时候 那个政治氛围是完全两个世界来的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情况就是 咦 似乎一些呢 可能都是能够帮助到中国做得更精准 有一些这样的技术 就有机会在这些项目这样 以一个的太空合作项目来说 去转移了过去 嗯 因为呢 如果我们看呢 就是陈博士今天讲这个点 就是说他如果去做到一个很精准的一个 这个的仪器出来的 嗯 其实你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一个所有的科技之母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精准的 是的 你精准能够无论是做定位 计算 那所有东西都牵涉到就是计算能力 那就是我们经常讲computing 你计算的能力去到最后 那个五叉去到最小 那你说我们发展一些精准打击的武器也好 或者你要将一粒卫星放到exactly 你准得准那个轨道也好 或者你做那个交接 就是我们经常讲呢 那些什么天公一号那些 那你要做交接就做到很小很小 就是你做人手调控也好 AI自己去接驳也好 那其实都是在讲就是 就是中国透过这个optic 其实它是不是真的 那个获益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有些我们也讲过了 其实就是我和Larry你也讲过 一集是激光陀罗尔技术 我们那次就是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其实中国已经自己掌握到激光陀罗尔的技术了 那其实激光陀罗尔的技术 里面又是一条光纤一个激光 里面去怎么样去度得很精准 于是乎就是说 你可以那件事转的角度 在三维空间里面转了多少 可以度得非常之精准 那其实这些完全也是应用光学者的范围来的 当然我们不知道它这个技术 你总是你譬如拥护中国大陆的人 就说不是的 中国我们这些人自己就开发到的了 那我不是说你不行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就是有时你引入了技术 在那里令到你再快一些 那一点都不奇怪 那这些故事在中国的武器发展史上 发生实在太多了 这些这样的例子 譬如今次这次也都是 你会不会由这一个和劍橋合作的项目 其实基本上你就引伸到 这些合作的项目 何止劍橋一个曾经发生的话 而且还要在应用光学合作领域 现在还有些你都知道 和德国合作的也都有 以往和美国合作的也都有 在这里运作了多少这些技术 拿完就是可能在别人眼中 都不是我最一流的技术 我可能都给你二三流技术 但是原来你都发觉 我连这些二三流 对我来说原来都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于是你在这个阶段 在一个不敏感安全的情况之下 已经引入了 令到自己减少了开发的时间 那其实这些类似的事情 在今次就是一个这样的震荡器 这个这样的元件 下次就是激光陀螺仪元件 会不会有其他的技术 这样流下去呢 那这里我们就不懂得在这里留言 但是你说如果由那个 应用光学层面来说 中国今次懂得选英国的合作伙伴 那都是会认识的 就是会认识的 嗯 还有我们说他发展太空的科技 但是其实我想大家熟开军事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说太空 就是说火箭 还有导弹 其实我们由二战来说 我们说德国的V2 大家都知道 它那个火箭 你说用来升空也可以 你说它用来攻击英国也可以 就是它本身就是导弹和火箭 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所以就用到太空的东西 可能就以往没有的敏感 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 北韩经常说发射卫星 但是其实发射卫星的情况 都是发射导弹 就是做很多测试 所以刚才这么说 其实它这个技术 其实也接下来会帮东风飞弹 大家都经常听的 东风飞弹 就是用来瞄准美国的航母 那要打击它的航母 那其实是不是现在得到 这麽精准的技术呢 对它再打击航母 那把握又再大一点 都不只是说是导弹的 所有需要用到导航制度技术 就是有了这些最基本精准的电子元件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是不是 就是在今次这个事件 我想对于英国剑桥来说 这麽快割蓄其中的最大问题 不是单单是那个政治氛围 而是在那个报道里面揭发了 这些这样的航天机构里面的负责人 它和其他有军事背景的机构 有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也都看到他们机构和机构之间 那种重属关系 也都离不开有军方的手影在背后 所以执着这件事就令到劍桥方面非常敏感 就会觉得如果背上一个指责就是说 原来是走漏眼和中国军方合作 造成了一些原本是太空技术转移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军事技术的转移 那怎么办呢 就算那件事本身有害好没有害好 现在你发觉失策 接着就说不知道那个人 原来是和军方都有关的时候 就已经是令到学校自己本身很麻烦 但是这件事就看到了 就不发生都发生了的了 你会不会加快 那我甚至乎可能觉得 整个文章要改一改 就是根本上以往已经有很多这些经验 你会发觉了已经用在现在中国的军方技术里面 所以就纯粹是发现和不发现的情况 做的一直都在做的了 所以就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 就是那个技术上的东西 我相信呢 就是你说英中透视 他做会不会有更加多的了爆 还有就是这件事会不会 就是那个政治的效应 发烤到更高的层面 就是除了大学和私人机构之后 那就直接发展去到呢 就是那个法例上的监管 等着我们呢 就再继续观察了 那当然你说中国 就是它 因为这次它那个太空科技 和那个导弹技术 它那个得益呢 在这十年间 我们相信真的非凡 而这十年间 中国发展的飞弹 相当多数量 甚至乎最新我们说东风27 其实都说已经研发出来 那美国当然都掌握了部分数据 那所以呢 就是你说当中牵涉了几多贡献 那没有人试的了 不过当中呢 应该都有一定的啟化呢 我相信都是的 好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来到这里先 多谢陈博士 那大家记得 帮忙订阅 就是《军武器言》 和《科学生知识》的频道 记得帮忙给like 好 那我们就在其他节数 再和大家再见 好 拜拜 拜拜